說話比較不是怎樣修飾的人 就是說話比較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的人 可能他們比較厭世或者是比較自我忠心 年燈真的很喜歡亂說話 印象不太好 沉迷上網的人或者是少跟人溝通 喜歡上網比較少跟人溝通的人 L 這樣 自己一個人躲在房間 自己一個人躲在一邊 網絡青年可能在網上 如果在討論區打字跟人溝通 他們會說出很多的想法 不同的意見 他們的溝通都比較流暢 但可能出來就變得比較噁噁噁 因為可能他習慣在網絡上打字 還有網絡上可能在討論區隱藏了他的身份 他沒有這個負擔 出來可能就要介意自己的形象 眼神等等 就會變得很不自在 沒有辦法表達出他在網絡上的自己 我覺得是一些網友 甚至乎可能比較像網絡上的粉青的感覺 就是什麼都敢說什麼都敢去罵 喜歡打遊戲的人 我認知是這些 比較踴躍一些 不用看到自己真實的面目 可以戴著面具 別人不知道你是誰 可以匿名地做自己 即時尚沒有 但如果有些人找我 或者WhatsApp之類的對話 可能有些思考時間會比較久 他們會想回更好的答案 才會回答對面 總覺得自己跟其他人有少不太相符 多話說一點 動力大一點 多話說 和你會表達多一點自己的東西 我可能在網上打字的速度 遠沒有我現實中說話的速度快 我就會打得比較慢一點 有時候會令我反而會有點呆呆呆呆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次過表達出所有的意思 還有我比較喜歡的就是 大家互相在中間交流 但網絡有時候討論區 或者人的說話方式 就是我發了一段訊息給你之後 可能你隔兩個小時才再回覆我 然後我兩個小時後看到訊息 我再回覆你之後 你再隔兩個小時 會變成斷斷續續 那就跟現實真的相差很遠 我盡量都保持一樣的 但是不多不少 可能對著不同人 都會有不同的面貌 很多時候 要顧及別人的感受 因為對方不是我認識的人 所以我要顧及一些感受 當然又不能太直接 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其實我網上都很少 我應該是現實會多一點表達自己的 我網上就反而很少表達自己 反而很少表達自己 我以其他人的看法 有的其實我都算是一個比較容易 會在意別人想法的人 無論是演戲或是日常生活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挺大的缺點 我自己 在乎 因為不知道其他人怎樣想我 其實我本身在乎 但我想做的事就是不在乎 因為這件事會拘束了我很多 我本身自小就可能比較怕別人取笑 或者是別人覺得不夠好 那我就會想了別人怎樣看我 然後自己會盡量滿足別人的要求 超在乎 以前很在乎 但現在也不在乎 平時性格 很多不少都在乎 但就不可以太過分在乎 就是一些對自己的意見有好處的 對自己有好處的意見 就可以接受 譬如一些純粹的 推馬這些 我覺得可以不用理會 就不要因為這樣而不開心 好